週三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哥本哈根 與丹麥首相弗雷澤·里克森會面 最後 蓬佩奧與丹麥外長科佛德 法羅群島外交和文化部長拉娜 以及格林蘭外交和能源部長林格舉行會議 蓬佩奧表示 中共長期盜竊世界知識產權 導致歐洲和美國損失了成千上萬的工作 我們在說的是美國的知識產權 而是美國的知識產權 近期 川普政府國安顧問奧布萊恩 司法部長巴爾 聯邦調查局局長雷 等多名政要發表演講 揭露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和危害 並明確表示 川普政府將繼續對抗中共 對此 蓬佩奧週三表示 如果中共繼續一意孤行 川普政府將採取行動 保護美國利益 蓬佩奧還宣布 美國重新開放格林蘭島的領事館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上鏡 綜合報導